金曲熱門壓力大 憂鬱症困艾儀良半年 已超級偶像冠軍出道的艾儀良 發行過三張專輯 也上過中國不少歌唱比賽節目 今年來知名度大開 去年的新專輯更獲得一致好評 被看好有機會挑戰金曲獎歌後 卻在此時爆出受困憂鬱症達半年 艾儀良有人透露 她對自己要求很高 加上外界對她期望更高 讓她充滿壓力 才導致情緒開始出現狀況 就別說不 我擔不起這貪困 這份寂寞又在以為誰倒輸入 艾儀良近期常常失眠 睡不著就坐在窗邊發呆 或是一路畫畫到天亮 讓許多友人和粉絲都心疼她 幸好艾儀良選擇接受醫生治療 特過跑步運動和按時服藥對抗憂鬱 加上身邊好朋友的陪伴 讓艾儀良的抗病之路並不孤單 一週刊 我要快樂 報道 我要能睡得安安 早安安 趕快樂